今天制作一棵真板 这棵树是一年前买来的 通过一年的养护 职业茂盛了许多 一棵典型的商品树 所谓商品树说明白些 就是卖给一些不懂的人 没有层次 没有结构 当代的盆景艺术 与传统流派盆景 有着很大的区别 很多年之前的盆景树 客观地说 误导了太多的初学者 有些东西并不是绝对的 我们现在的盆景艺术 来源于国画和日式盆景 两者结合 既能体现商品的价值 又能呈现艺术的特征 当然以上言论 只是我本人的看法 并不代表主流价值观 盆景绝对不是 把一棵植物种在盆底 用各种方法 做出各种造型这么简单 它是模仿大自然接种的古树 把自然中的树木 圆分不动地纺制到花盆里 从绘画的二维空间里 提取到现实的三维空间中 它是浓缩的山水树木 把绘画雕塑结合到一起 形成一种综合的艺术形式 最后需要超强的记忆 和漫长的时间 才逐步成为一件作品 树入人生 历尽沧桑磨难 在制作盆景中 要有留白 要有缺憾 要知道 几乎所有的艺术形式 无一例外 都是表现缺憾中 追求圆满 我们不能一味地求满 被表象迷惑 没有缺憾的人生 又不是圆满的人生 二者相辅相成 很多时候 我实在不想发文字类的段子 耗费时间 费心 费事 或许是我已经跟不上 这个时代的节奏了吧 超过一分钟的段子 很少有人能看完 在这里 请原谅我 又超时了 最后 制作过程 我就不细说了 很简单 这棵树比例不协调 没有层次 没有主次 我需要做的就是减法 加法只有留给时间了 制作到最后 顶部的枝条还是有些杂乱 刚过三岁的儿子在一旁玩耍 走过来跟我说 爸爸 他像是非洲大草原上的一棵树 好吧儿子 听你的 非常感谢您能看到最后 如果有想养盆景 学盆景的 还可以点个关注 我们共同学习探讨 我是崔英庄主 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订阅 杨幻林区